哈喽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拍一个开箱 然后这些书呢,这边还有 这些都是我在423之前一个月买的 最近刚好收到了 也算是一个423的开箱吧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因为书特别多 首先一本上义的邮差总按两遍零 这是一个犯罪小说,薄薄的 我是被这个名字给吸引的 邮差为什么总按两遍零呢 就很想知道答案 然后这个颜值也还是挺不错的 下面一本是我与地谈 这个是石铁生的著作 这个就是让余华念念不忘的石铁生 它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精美洁净的文字 更是健康的精神 深沉的爱和对人生真谛的探寻 那么当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 就来读一读这本吧 接下来两本是久久读书人短经典系列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和爱因斯坦的怪兽 那么这两本的题材我都比较喜欢 是跟科学有关的讨论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一次买这个短经典系列 挺期待的 下面一本 看这个封面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一本推荐的人超级多 它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这本就不多说了吧 下一本是《逃离》 这个是加拿大的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的一本书 它是当代的短篇小说大师 它在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逃离》这本是它的代表作 讲述爱的力量和无止境的背叛 讲述琐碎生活中的不安分 错过的机会 讲述一次又一次的逃离 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写短篇小说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挺厉害的 非常期待这一本 汪曾祺的人间草木 这一本是逻辑现状的 我还没有读过它的 它的语言貌似是那种很优美 然后主要是写生活 像关他读了之后会让你心很静 然后去享受生活当中的很小的点滴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书 来帮助自己静下来吧 下面两本是一个系列的how to 如何不切实际的解决实际问题 还有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 这个是一 然后今年它又出了二 一本黄色的 我就先把前两本买来看一下 这些就是非常一本正经的 来回答一些脑洞大开的问题 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买了几本略萨的书 略萨呢是秘鲁的诗人和作家 他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四个主将之一 那他也是2010年的诺奖得主 他被称为是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大多有着对独裁权力腐败等等的揭露与思考 那这本《城市与狗》呢 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也是让他展露头角的一本 是以他在军校的亲身经历为灵感写的 然而这本书呢 出版之后在他们秘鲁本国是被禁的 对 是一本禁书 而且秘鲁军政府在他的母校烧毁了1500本这个书 所以可见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 哎呦我的灯突然没电了 是不是按下去了 这本《绿房子》是绿萨在30岁时候写的一本作品 也是让他名声大噪的一个作品 他围绕着秘鲁的一家积怨的兴衰 展开了多重故事线 下面一本《酒吧长谈》 这本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了 绿萨自己说 如果在大火当中仅能抢救出我的一部作品 我会选这一本 最后这本是《公羊的节日》 这个九九读书人家还真的是对彩虹色情有独钟 很多书都是彩虹色的 接下来这一套 这是我们读书群里面的舒老师送给我的 然后也是因为我运气很好 抽中了他的奖品 这个是后浪的汉青堂的罗马三部曲 哇这个封面设计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太出了我了 相比那个甲骨文 我觉得汉青堂的设计会更好看一些 那我的历史是一个白痴小白 这三本我就根据京东上面的介绍 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第一本《布逆战争》 布逆战争是公元前三世纪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 它是西方历史的转折点 如果罗马战败的话 那么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 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造成的政治 法律等方面的影响就会小得多 甚至罗马帝国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 第二本《以罗马之名》 这一本呢是介绍了15位罗马著名将领 探讨了他们征战的历程和取胜的原因 并以此追溯了罗马的兴起扩张和衰落 第三本《罗马和平》 尽管罗马帝国的建立带来了相对安宁的局面 但是他们制造的和平是由军力和统治带来的 而不是与邻国共存 通过这本书呢 我们可以对罗马和平的性质 有一个更加全面而中重的认识 这一套我可真是太喜欢了 要找时间把它们读起来 下面一套红黄蓝三元色配色的 这个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的一个代表作的合集 分别有欧亨利、莫波桑还有齐克夫 欧亨利的反转、莫波桑的批判、齐克夫的讽刺 有好几篇感觉以前上学的时候教材里面都有收入 麦奇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项链 看起来还蛮熟悉的 最后这两大罗全部都是马尔克斯的书 他实在是太能信了 因为今年是跟群里的小伙伴 约定了要读完他的所有的书 所以才入了他的一个全集外向当狱 应该是都在这了吧 那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 因为书这么多 然后题材也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是他的三本《非虚构》 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还有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 这一本感觉还蛮刺激的 因为这个米格尔 他是一个被禁归国的导演 然后呢他经过乔装打扮 秘密地潜入了智利 拍摄了一些胶片 记录了他的祖国 遭受12年军事独裁统治的现状 下一本回到种子里去 这是他的杂文集 活着为了讲述 这是他的一本自传 《翻十六飘香》 这是一个访谈录 是他跟他的好朋友 门多萨他们俩的一个对谈 这一本我不是来演讲的 它就是一个演讲集 记录了马尔克斯在1944年 到2007年的一些公开的演讲 剩下这么多呢 都是他的文学创作了 小说类的 首先就是他的两本 对我们的长篇 《混乱时期的爱情》 和《百年孤独》 《世上最美的逆水者》 这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 这个我已经读过了 然后有发过笔记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哭之败业》 《苦记回忆录》 《礼拜二午睡时刻》 《爱情和其他的魔鬼》 《蓝狗的眼睛》 《梦中的欢快葬礼》 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这个是不是也是短篇集啊 《二十城》 《尼宫中的将军》 还有最后一本《组长的秋天》 据说这一本比较的难读 然后它这个版本是一个刷边 然后有图案的一个版本 这些就是我这次买的一些书啦 为了放下这些书 我又添置了一个书柜在这里 还是你们都很喜欢到一家的书柜 别看它现在还有几层是空的 很快就要被填满了 因为还有两单在路上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